大家好 咱们现在提到某个民族的时候 可能会下意识的想出他们的某种喜好 比如一提法国人就是他们浪漫喜欢香水 一提德国人就是喜欢喝啤酒吃香茶 那一提到俄国人自然就是嗜酒如命 个个都是天生的酒腻子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泡在酒缸里的民族 竟然想过敬酒 而且想了不止一次 所以今儿咱就聊聊俄国敬酒的历史 咱们说这俄国人的酒量纯属是后天炼出来的 因为酒是粮食做的 早期生产力不发达 粮食都不够吃 酒的事肯定得往后放放 俄国在十二世纪才有相关于酿酒的记载 而且只能酿低度酒 因为这都是粮食做的 不敢多酿也不舍得多喝 一般人就是赶上过节了才一人喝一小口 直到十五世纪高度酒的酿造方法 才被引入 因为俄国气候寒冷 高度酒可以驱寒提神 民众就开始青睐这种新饮料 没过多久沙皇一凡四世 一看有利可图 民众这么爱喝 那我要是把经营权控制在镇自己个儿手上 那不就赚大了 于是在全国设立沙皇酒寺 以国家专营的方式受酒 普通人呢开始被禁止酿私酒 在沙皇的鼓励下酒馆呢开始开遍全国 酒馆一多一些社会问题就冒出来了 比如很多人奢的酒债太多还不上 农民呢因为耽误农活地里都撂荒了 甚至还有人呢用衣服换酒喝 只能裸奔回家 这么多问题就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 东正教会也持反对立场 在17世纪教会牵头 号召民众呢就展开了酒肆暴动 他们砸毁酒馆 把沃特嘎纳到河里 反对国家鼓励豪饮的政策 最后沙皇阿里克谢一世动用军队才镇压暴动 暴动虽然被镇压了 但是照顾到民意 沙皇给酒馆约法三章 一年里有半年时间不能卖酒 每人每次只能买10洛特 相当于120毫升 不过呢沙皇开酒馆是为了赚钱的 限制这么多沙皇赚个毛线 所以这些规矩没几年成了一纸空文 等到彼得一世登基 他为了建设圣彼得堡跟瑞典打仗 向黑海扩张 哪个都需要钱 于是呢进一步鼓励民众酗酒 为了让全国人民都喜欢上喝酒 他特意签署命令 批准民众每人每天10洛特沃特嘎 在国家会议及盛大节日 庆祝庆典期间 他以身作则带头狂饮 在沙皇的鼓动之下 俄罗斯很快就把好饮变成了生活习惯 彼得一世签署命令 只要除贴身十字架之外 仍有东西付账 就不能把人赶出酒馆 这么一来沙皇九四赚的钱就更多了 为彼得一世的对外战争就提供了财政保障 到了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时代 开始实行酒品专卖制度 陛下的宠臣会获得专卖权 专卖人承包固定地区的酒生产跟销售 一年到头呢 在定时定量给沙皇送分红 沙皇毛都不用干 白花花的银子就进账 国家越这么搞 民众的财富和健康状况就越差劲 于是19世纪50年代末 俄国东正教会又一次振蔽一呼 号召群众发起清醒运动 上千个村庄关闭了本地酒馆 各地纷纷创立清醒协会 用各种活动劝诫人们远离酗酒 教会要求神职人员必须帮助各地民众戒酒 短短几个月时间 全国有几十万人同时坚持戒酒 照这个事态发展下去 俄国呢很可能会成为一个不喝酒的正常国家 不过呢清醒运动动了政府的蛋糕 于是官方再次介入 给清醒运动安了几十个罪名 有一万多人被抓 事件一平息 官方也特别做出姿态 财政部部长告诉教会 你用宗教的影响力号召人戒酒 这就是跟朝廷的酒品专卖制度对的干 也不符合适量喝酒 有益健康的科学常识 所以你这么做既反动又伪科学 再这么干就抓你安的 因此东正教会呢就只能放弃组织戒酒运动 不过没过多长时间 沙皇官方反而宣传戒酒了 因为呢这个在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发起改革 俄国开始逐渐进入工业化 随着生产力提高 酒精烂用行为威胁到工业化的进程 一个喝醉的农民惹的麻烦是有限的 但是要生产炸药的工人酒后上岗 那麻烦就大多了 所以从1906年开始 俄国政府废除了酒品专卖制 同时下达限售令 晚上禁止卖酒 大型活动期间禁止卖酒 不许私自酿酒 沙皇的禁酒令在苏联早期得到了继承 这个列宁说呀 沃特嘎会让苏联回到沙俄时代 为了照顾到民众的酒饮 他下令生产一种低度数的酒来代替沃特嘎 等到斯大林一上台 风气又不一样了 斯大林要求沃特嘎加大产量 而且派克格勃监督沃特嘎的生产 能够做出这个改变 主要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当时苏联处于建设时期 各方面要钱 所以需要像沙俄那样靠国家卖酒赚钱 再一个呢 斯大林本人就是一酒腻子 自己身为一国领导人 国家敬酒 自个带头喝 多少呢有些过不去 放开禁酒令 正好让自己光明正大的酗酒 所以在二战期间 沃特嘎就成了苏联的战略物资 国防部规定前线士兵每人每天100克 对于东线战场缺一少穿的条件下 喝沃特嘎是士兵礼一天 唯一的位级 经过二战这几年 苏联上下都是九辆舰长 所以你看经常有那个德国的东线的士兵写回忆录 就是他对面的苏军攻过来的苏军整团整师都是喝得醉醺醺的 连骑兵都是喝得醉醺醺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夸大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当然了一般这种回忆录都是说自个儿好话 但是相比而言 德国的革命战争回忆录比苏联的革命战争回忆录 可信度是更高一些 等到二战结束 这个苏联上下就成了一个酒逆子国家 领导人也想办法阻止民众酗酒 赫鲁晓夫把酒价提高了四倍 安德罗伯夫上台之后把卖酒时间推迟了两钟头 从上午十点推到了十二点 这样使一些爱喝酒的人 早上起来没酒喝只能上班 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始终拦不住苏联人喝酒的热情 在八十年代 苏联政府针对喝酒的问题有一个秘密报告 认为喝酒对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因此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两个月就颁发了禁酒令 禁得非常彻底 不但酒馆没了 这种种葡萄的庄园都被产了 咱们总是说戈尔巴乔夫一意孤行 但他刚上台那会儿 就是一个提线木偶 哪有那么大的权力 其实说白了 这就是苏联高层达成的共识 很快 这个苏联高层就发现 他们本想用禁酒提高生育力 提高人均寿命 但几年之后呢 人口呢 寿命不升反降 酒馆虽然没了 但是人们喝酒的需求在 苏联人呢 开始用一些烂七八糟的东西勾兑酒 比如工业酒精 飞机油箱里的防冻液 这些东西是剧毒 喝下去当时就嗝屁 这是常有的事 还有些有势力的帮派 有门路搞到物资酿酒 小团伙就逐渐发展成了黑帮 成为不稳定的因素 事后统计死于这些的 要比以前死于酒精中毒的还多 那禁酒实在是得不偿失 所以1988年 苏联在实施禁酒令 仅仅三年之后 就废除了这个禁酒令 再过三年 苏联就彻底完蛋了 今天俄罗斯继承了大部分的苏联遗产 也继承了因为禁酒带来的种种麻烦 前两年还有新闻说 几个人没酒喝 就去喝含酒精成分的洗衣 结果呢 一个不差 全部呢 就送了命 这个莫斯科每年的冬天 这时候 以前我看那个参考消息啊 这是中国的参考消息登着 说那莫斯科每年的冬天 因为酗酒被冻死的就700多人 你想他喝多了 莫斯科的冬天得多冷啊 零下二三十度吧 这晚上得有 喝多了 出门倒在地上 没人管 那这一宿肯定就冻挺了 那就冻挺了 所以这个 说这个俄国人 女人的平均寿命 是73岁 男人只有59岁 差这么多 中国男的平均寿命是77 女人是81 只差4岁 女人平均寿命比男人长 这是很正常 但是俄罗斯 他能差这么多 59跟73 他能差这么多 就是男的 这个都是喝酒喝太多 叶利钦70多岁就喝死了 他经常出国访问 在专机上就喝高了 到时候他不能下飞机 人家铺好红利潭 什么这三军一当队都准备好 等他检阅 他下不着飞机 喝高了 然后就只能跟对方沟通 说我们总统病了 你就直接给拉郭宾馆去吧 实际上他喝高了 就能到这种份 其实 甭管是禁酒 还是鼓励喝酒 始终不是一个健康问题 而是政治问题 沙俄时期 国家需要卖酒换钱 所以镇压民间的禁酒运动 沙俄和苏联末期 又因为工业生产 和生育率问题太低 提出禁酒 禁酒和喝酒 对于统治者来讲 只有利益二字 至于民众的生活健康 根本就不在他们的 考虑范围之内 好了 关于俄国禁酒的历史 咱们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关注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谢谢大家